银法族常因为年龄老化或是失智而望东望西 也常因为身体功能的退化 双脚行动不便 需要医疗电动代步车的辅助 玉旅就有一位长者坐着电动车停在马路中间 不知道怎么办 玉旅派出所远景向前了解之后 原来是医疗代步车电量耗尽 才会停在马路上 后来远景安全地将长者送回家 理性长者表示感动 并且当场要从包包拿出现金打谢远景 不过远景是婉拒了长者满满的爱心 银法族常常因为年龄老化或是失智而望东望西 也常常因为身体功能退化 双脚行动不方便 需要医疗电动代步车的辅助 玉旅就有一位长者坐在电动车 停在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在中号路巡逻 发现明明百岁的民众 他电动车好像卡在路中间 看起来很慌张 于是我们就先将他推到路边了解情况 发现电动车应该是没电的 我们就将鞋柱向起推回他的家中 玉旅派出所远景向前了解 原来是医疗电动代步车电量耗尽才会停在马路上 后来远景安全地将这位长者带回家 理性长者表示感动 并且当场从包包里面拿出200元 要答谢远景的协助 而远景婉拒了长者满满的爱心 这位家中后改名百岁的民众 他觉得很感动 他套出200块想要打谢我们 但是我们跟他说 未明服务是警察的职责所在 我们就婉拒掉 本局长陈维文说 警察的工作不仅仅是打击犯罪 更常做的是未明服务的工作 适时伸出援手 协助百岁人锐 安全返家 两位远景工作的态度 以及未明服务的精神 足为同仁表率 记者高松松玉政采访播导